保濕其實很簡單 你把它想成一個 比較好的形容詞就是石膏嘛 那你石膏你噴了水後 它會吸收進去 這個叫做含水 就是先讓那個石膏含水 可是你要知道石膏含了水後 它會蒸發掉啊 所以你就在石膏上面塗一層 那個油啊 那這層油就是用來做鎖水的 所以我們在做一般的保濕 最重要兩件事情是 以水滋潤 以油所滋 對吧 這是兩點 這是你壞掉的皮膚 這是另外一個壞掉的皮膚 然後你可以發現它身上 連基本的那個顯微紋路都不見 然後整個是扁平 然後這是一個好的皮膚 對吧 我們剛剛給各位看過 這是我們的標準圖 不管你用化妝水或乳液 如果你有辦法 把 壞掉的皮膚變成好的皮膚 那這樣子就是好 如果你把好的皮膚 變成長痘的皮膚 那就是壞 所以重點不是化妝水 也不是乳液 重點是你的化妝水 你的乳液 你都含有什麼